大家好,我是葉佳芸 我在《黃金歲月》裡面所飾演的角色是蔡依林 不是天后蔡依林喔 是蔡依林 我的角色個性其實是一個 從南部上來的很清純的一個小女孩 然後她的任何人 她會覺得這個世界上都是很美好的 我的媽媽是彩華姐 然後我的爸爸是中平哥 我的弟弟是潘伯熙 這一部《黃金歲月》它裡面整個劇情的走向 然後人物的安排 然後真的每一個環節都讓我很感動 而且你會覺得天哪 對呀這個角色就是應該她演對 超適合的 對每一個角色都是很用心去安排 然後我們在拍的每一個過程 大家都很用心的去完成他們自己可以完成的每一個環節 這麼棒的戲 這麼多的感情 然後這麼多的用心 我真的想要推薦給大家 黃金歲月真的是一部非常棒的值得你媽媽回味的一場戲 不一樣的辛苦 但是照顧小孩那個是你剩你的 就是給予愛 那種消耗其實孩子會回饋 那拍戲的工作的辛苦 那個是真的辛苦 可是呢大家都辛苦 大家都這麼努力的在把這部戲製作好 就不辛苦了 因為我真的回歸家庭太久了 七年 我已經完全是融入家庭的一個家庭主婦 不要看我現在我以前是泡泡麵的人 我現在可以煮一座菜 然後我可以去菜市場跟那個老闆話給 對就是挑菜啊什麼買菜啊 都現在都難不倒我 那因為我已經那時候已經完全融入了家庭 然後再次走出來我覺得真的是需要勇氣 可是我也相信就是 因為我覺得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可以再次的走出來 其實是這七年的時間 其實網友一直都在支持我 我的粉絲一直都沒有忘記我 然後當預告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開慶記者會的時候 哇我的FB被關爆 大家都回來告訴我 你真的要出來了嗎 我等你好久了 對啊然後就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我不會讓你們失望 我一定會加油 我在黃金歲月呢 飾演的角色是 動感小辣椒 阿椒 阿椒這個角色呢 其實跟慧如我本身有一點點的一樣 就是心知口款 有什麼講什麼 但有時候也會透露自己的小心機 因為那個年代在西餐廳歌舞秀啊 就是為了要生死 所以 有一個 就是類似的歌手 來跟你競爭的時候 你就會 使一點 不適應的小心機 的限開他 西餐廳這個 我那時候還很小很小 但好險那時候 我的甘霸赫霸 就是有在 他之前有帶我去 就是竹東歌劇院 那時候我還有去 就是表演了一段 歌舞秀 所以我覺得那一段 對我來講 也是滿有經驗的 再來就是用 看錄影帶的 像最經典的就是 朱大哥嘛 然後他的女兒 謝晶晶呢 因為跟我不錯 所以我在拍這檔戲之前呢 其實我就有跟大家聊了很多 就是問他說 以前朱大哥在秀場的時候 會有什麼 有趣的事情 還是在後台有什麼 有趣的事情 可以分享給我知道 讓我去 大概了解一下 以前秀場在幹什麼 還有那個 西田大哥的女兒黃露瑤 我們都會一起聊天 然後讓我來就是 熟悉一下秀場的感覺這樣 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在舞台上 邊唱邊跳的時候 因為 邊唱邊跳對我來講 是比較 比較不會困難的事情 但困難的是 我要在一些 舞蹈動作 我要轉圈啊 第一次跳的時候 就那個麥線 把我身子這麼纏直到 我才不會痛 這一次呢 在黃金歲月 飾演的角色 阿嬌 絕對會讓你看到 不一樣的賴慧如 一定要盡情鎖定 民視最新八點檔大戲 黃金歲月 我是陳鮮梅 鮮梅 我在黃金歲月裡面 我飾演的是 夢嬤 一個舞台歌手 西餐廳秀裡面的一個歌手 那 這個角色其實 就像 其實他演的就是 演藝人的一個心酸 就是 他有個小孩 但是愛與形象 愛與他的工作 他不能講 他有小孩 對 那個心酸 就要有肚子裡面 可是在戲子裡面 基本上 就是現在演的人 就是這樣一個角色 在裡面 因為是歌手嘛 那其實在裡面 我算是抒情歌手 但是有戲 裡面有其他的戲 就是我在 我要代替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賴慧如他演的 就要台上跳快歌 然後唱歌跳舞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 一進任舞蹈教室 然後開始 記了記不住的舞台 然後 那一整個 真的是同手同腳 對我來講 我覺得 那一天進舞蹈教室 我就覺得自己是一個 執掌子 不是自己的執掌 完全就是 手腳步行 而且經過這麼多年 沒有出現在台上 就很多東西是有獲勝的 包括唱歌 唱歌方面 其實以前都有接觸 有時候做一節目要唱 有時候我去做秀 也要唱 多少 雖然我們是演員 但是多少還是會碰到 然後這一次再出來 因為很久我也 當了 當了嘉年舞蹈 我也不會說 跑KTV啊 去那裡唱歌 然後在工作上 又沒有接觸 所以 一唱一進錄音室 唱完之後 只唱過一遍 然後我說 蛤就這樣唱完 說對對OKOK 然後我也沒聽到 然後到後來 前面要拍的時候 我聽到我自己的歌聲 我整個崩潰 我就真的急到掉眼淚 然後就跟製作 跟經紀人他們聯絡 然後我說 這樣的聲音 你們真的過去嗎 所以最後就又要求重播 然後我就每天在家 就一直練一直練 然後小孩聽不懂 明南語歌 在戲裡面那個中平有 特別為我這個角色 量身定住了兩首明南語歌 就是媽媽歌手這樣的一個歌 然後我就每天 因為全新的歌 他做的嘛 全新的歌 我就每天聽每天聽 每天唱每天唱 唱到我小孩 完全聽不懂台語 就是小小孩 幼稚園的 跟著國小一年級 聽到我每天唱 然後現在都會唱 我說哇你們不會講台語 聽不懂 然後會唱了 因為媽媽每天都唱了嘛 結果我是壓力很大 每天聽每天唱 然後最後才把它錄好 所以這次演唱的一個角色 其實給我壓力說真的 還滿大的 要在舞台上 也有唱也有跳的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在這上面做功課 希望大家到時候 可以給大家一個全新 耳目一新的感覺 那天來拍第一場戲 是在 是在嫂嫂家樓下的外面 然後叫小孩 然後出來之後 然後跟父子純 兩個人講話 然後就有點不妙 今晚給你吃飯 是很好 你比你的阿嫂 我先媽媽的 到那裡的時候 然後從化妝 然後到正式 然後要來拍戲 可是那一場戲 我今天緊張到不行 就是第一場戲 就要 就有情緒的戲 因為說實在 我是見不了那個角色的 我是感覺 我是陳鮮美 然後我站在那邊 然後假如說 我講一些台詞 會看旁邊 可是余光 我就會看到 導演坐在那邊 然後看到捷彈在那邊走 我整個跳出來 你知道嗎 就在當下演出的時候 我是跳出來 然後看自己 然後看別的演員 然後看別的工作人員 在那邊看 《黃金歲月》是我們 真的很用心在拍的一部戲 在防疫期間 大家一定要乖乖待在家 然後跟我們一起收看 《黃金歲月》